邱委員好 部長 這個今天都是你我的處女秀啦 這個我第一次當召委 您第一天到立法院來做這個報告嘛 我剛剛算了一下 我今天坐在台上讓你鞠躬大概將近有八十次 如果委員多一點的話 你今天跟我鞠躬一百次 突然覺得齁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質詢你 假如我今天不當召委的話 我排第三個我應該算是火力猛烈 但你今天跟我鞠躬八十次的這個 我覺得我應該講五分鐘就好了 因為可以開始計時了沒關係 這個部長啊 我看今天大家對你的問題啊 這個不外乎 您過去當教授 你的這個人權主張 那一直延伸到熱比亞這個事件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如果依照你過去的主張 照理講你應該是一個愛好民主人權 和平的人嘛 熱比亞是哪一點讓你覺得有威脅感 你有沒有看過愛的十個條件 還沒有 那你會不會有一天找個時間去看看 我也回答過記者這個問題 最近的公務繁忙到連一般的電影紀錄片都沒有時間看 那個時間大概一個小時而已啦 如果說像週末我能夠不上班的話我會看一下 但現在連週末都在都在辦公室 這個部長我還是希望齁 這個你要對業務有相當的一定的了解 大家如果一直問你熱比亞 可是你沒有看過 但是你們把它劃為跟恐怖分子有關 或者是什麼世界的國際刑警組織把它設定為紅色警戒等等 如果你自己沒有真實的看過的話 你很可能被外界的一些資訊誤導 你很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剛剛很多委員問你的一些問題 在你還沒有上任之前的這個行政的策略 你的回答都是這個我不清楚 因為當時我還沒上任 所以你不清楚的東西 你的腦子很清楚 你會告訴大家因為你不清楚所以你拒絕回答 那我現在就要提醒您啊 熱比亞的愛的十個條件 你沒看過 所以你就應該很清楚的告訴你自己 應該先了解一下 先看過以後 你再來做正確的判斷 到底他是不是恐怖分子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恐怖 讓你們嚇得 這個人家還沒有提出申請 你馬上就已經要駁回 人家來台灣的這個 就是不准他來台灣 我覺得部長這個部分 你們你可能要真的要抽點時間 那你要看的時候我是建議你啊 找王署長一起看 署長 來王警政署王署長 請王署長 署長 這個我相信您應該也還沒看過熱比亞的紀錄片 還沒 還沒 還沒齁 這個我要請教你啊 熱比亞的這個紀錄片 看起來你們把它列為這個恐怖分子 如果依照你們的這個國安標準 熱比亞沒有對台灣採取任何政治行動 你們就把它列為恐怖分子 那中國大陸一千顆飛彈對準台灣 溫家寶 或者是胡錦濤 算不算恐怖分子 問我的 是啊 你在打瞌睡啊 沒有 你不要因為我今天對你很溫柔 你就沒有心不在焉啊署長 因為 因為你說以國安的眼光 因為我們 事實上 是負責社會 國安這兩個字用錯了 好 那以警政為安的眼光 維護社會治安的眼光 你覺得一顆一千顆飛彈對準台灣 它算不算恐怖分子 呃 它是對於我們的 國土的安全有威脅 對嘛 對國土的安全有威脅嘛 對 是不是 如果依照江部長前兩天在院會的答詢 對台灣的國土安全有威脅 都應該要拒絕 把它列為拒絕往來戶嘛 那你們現在 已經開始在籌備第四次江城會 溫家寶 胡錦濤我看要來的機率不太大 陳雲林先生 馬上又要再來了 如果你把中國大陸 這個危害台灣國土安全 他是恐怖分子的話 你們會不會拒絕陳雲林先生來台灣 呃 陳雲林 能不能來台灣 也不是我的職責 所能夠來決定的 那你覺得 而且因為上次 去年陳雲林來 我的上級告訴我 他是政府的客人 是這樣 所以 你的上級是誰 他要來 那是不是 署長你的上級是誰 是馬總統嗎 馬先生嗎 馬先生告訴你 他是我們的客人 沒有 包括我們在行政院開會 都是這樣講 所以齁 部長 你現在了解了 你們的這個評估 有很大的問題 陳雲林來台灣 造成台灣這麼大的社會動盪 你知道陳雲林來 你們動用多少警力 維護陳雲林的安全嗎 你們動用七千人 維護陳雲林的安全 達賴喇媽來 你們動用多少人 你知道嗎 達賴喇媽來 在高雄 你們只動用一百四十人 在台北略有增加 動用兩百人 陳雲林來台灣 動用七千人 維護社會治安 然後你說 他是台灣的客人 達賴喇媽 你們也把他當成 是一個很恐怖的人 馬政府嚇得要死 中共還沒打噴嚏 已經在那屁屁剎 連見達賴喇媽都不敢 熱比亞更好玩 人家也沒提出申請 你就直接給人家駁回 所以你的恐怖分子的認定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而且根據你們入出國 移民法第八十八條規定 你們主管機關 應該要聘請社會公正人士 邀集相關機關共同審核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共同審核 如果有請你把會議紀錄 付給本席 可以嗎 那個會議是由移民署召開的 好 移民署也是在你內政部的管轄底下 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的話 就請你把它附上來 好不好 我覺得 以這樣的標準 內政部應該做一個很大的調整 你們的審核標準是沒有一致的 就是說你認為 危害了中國的利益 怕中國生氣的人 你們就會把它列為恐怖分子 如果 中國告訴你 這個是要來談對台灣有好處的 他騙你 他跟你花言巧語 你就把它列為上兵 你看陳雲林來台灣 造成台灣多大的社會動盪 本席還被你們的警察打傷 你知道你們警察還跟我說 威脅我說要告我 妨礙公務 沒有穿警察制服執行 他跟檢察官說 嗆聲說要告我妨礙公務 欸 部長 社會不能接受啊 所以啊 我今天用很簡短的時間 針對這個人權的問題 我希望部長你不要因為當了官 毀掉你過去 長期以來 在學術界 你的這個政治地位 或者是你的社會地位啊 真的要好好的三思啊 不要輕言的 把人家就列為什麼恐怖分子啊 世界各國沒有人把它列為恐怖分子 台灣去做這樣的舉動 是很愚蠢的 是很可笑的 好不好 好吧